日本大企业破产拖欠公司 就业机关立刻派了800家公司 2000份岗位 承接这550名失业员工 那啥主意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话说的好听是这么回事吗 久等了 今天的日本和今天的狗 正如不少网友心中的日子 工作稳定 铁饭碗 虽然饭碗被吸引了 但是立刻有2000份碗送过来 以人为本好福利 人民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好社会 日子这边报道也是这么写的 那这玩意真实吗 我不说认不认 说了有些人不信 让日子评论区自己给咱揭秘 好的 事可以翻前几台的传景破产的视频 总之目前大阪的门珍市的16家哈罗瓦库 帮忙找工作的地方 确实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早上9点开说明会 教大家怎么领失业保险 然后如何寻找新的工作 给到场的74名失业人员 准备了800家企业的 2000多份招聘信息的一份手册 已经交在手上了 怎么说呢 开会确实是挺好的 辛苦的 但这公司信息 你确定不是平时就有的 然后打印成一份册子 直接给他们了吗 说的好像跟特意集结的 几百家公司一样 那也没谁了 不过确实是有一部分紧急募集 全国各地来的 然后现场采访了几位失业人员 入职21年40代男子 说虽然想了解事件真相吧 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已经也没办法了 还是要往后看 好好找工作 不得往前看 又往前又往后 入职三年的20代男子 说不给发10月工资 经济上我服安得死 46岁开发部男子表示 也没想到突然能被开除 很震惊 家里还有娃呢 得好好找工作 我们看看评论区 第一条在哈罗瓦的工作呀 都是低收入的 然后领事业补助需要离职票 公司突然黄了 没有这东西吧 所以还要花钱雇劳 设劳事来做 没钱雇吧 希望可以特殊办理 用本人手持的工资条弄 毕竟这是灾害级别的解雇 看说话可懂了 结果放了三个响当当的屁 下一条 这个地方的工作 招的和写的完全不一样 我之前打电话说招无经验的 人家说只要承受 哥你上面可不是这么写的呀 就是官方这个工作也不靠谱呗 下一条 不少马上就要退休了 等着高额退职金呢 两三千万 哭插一下变成零元 恨呐 这个角度看确实是有点伤啊 下一条 在现场 看着过一些见过的 没见过的老面孔 都是失业的人嘛 并友们相遇 稍微有了一点安心感 然后坐车回家 在路上 孤独感 不安感 绝望感 充斥着自己的小老袋瓜 有家人的 对不起家人 独身的孤独 公司平均年龄46岁 完突然遇到解雇 还有新入职半年不到的新人 还有供应商 都是受害者吧 教育费 考试费 房贷 房租 车贷 学费 私储费 手机费 大家都很困难吧 虽然心疼他们吧 但是我的房贷 还得家里父母的退职金来还呢 自己也要努力上班 失业者们 你们里边不是还有那种三四十岁 刚买了房子的吗 房贷怎么办呢 大哥哥 我以为你是圣母 结果你是来秀优越感的 你怎么回复呢 好的你好厉害 你家人给你还房贷 真棒 下一条 我20年前也是公司破产的 上着班人的 供应商来电话 说看到您公司社长 会长团体破产的消息了 哥你比我还快呢 然后下午两个点 办公室和工厂 突然就开始闹哄哄的起来了 不过有脑子的 其实已经感觉到公司要不行了 只是那种 啊 终于来了的感觉 最终清算了之后吧 拿到了八折左右的退职金 找工作的时候 还换了一个行业 换了之后 感觉这才是我的天职啊 干着很爽 倒闭了的同志们 不要慌 有失业保险呢 好好找工作 开始新的生活吧 好了 感谢前辈 你说得不错 下一条 说是十年前破产的 同行业同职业的跳槽 大哥说我跳到槽 才发现原来我这么值钱呢 工资涨了 职场环境也变好了 又干了几年之后才反应过的 你只要是早黄几年 那又更好了 虚浮 最后一条 泼个冷水 结束今天的内容 说哈罗瓦呀 奇怪的招募实在是太多了 基本就是最低的 实现一千左右的 非正规求职的天下 你都不如出去干派钱去 而且还要给他们优待 特意准备工作 准备说明会凭啥呀 不就是大公司突然黄了吗 这就是人上人 厉害厉害厉害 然后中高年的工程师 基本都去流水线了 那边就这些个工作 真假不知道 我总是看了嫉妒 而且是那种求而不得的愤怒 我也在那边找的工作 确实是伺的比较多 不过偶尔会隐藏两三个好的 也好不到哪去 好的老哥们想听什么事件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见